我国南海面积约有350万平方公里 自北至南1800多公里 东到西900多公里 包含了众多群岛、沙洲、礁、暗沙和浅滩 南海海域被称为兵家的必争之地 世界上有25%的海上运输会经过这里 也有50%的世界超级货轮经过这片海域 西方国家50%的进口石油 80%的战略物资 中国80%以上的国际贸易 也要依赖南海航线 因此南海被誉为世界第三黄金水道 如越南、菲律宾等对我国南海虎视眈眈 为了保护这片海域 我国建立了三沙市 将西沙、南沙、中沙群岛都归为一个地级市 其中南沙群岛是争端最多的海域 历史上爆发了多次争端 为此在这片海域上 我国填海造陆了多个配备机场的人工岛礁 如美济岛、永蜀岛、楚碧礁等 此处云集的海空军 让三沙市南沙区成为我国海空军实力最强的市沙区 而本次要和大家探讨的主题 也就是三沙市南沙区的政府驻地 永蜀礁 欢迎来到科普启示录 我是小强哥 20世纪80年代 石油经济逐渐成为世界经济命脉 石油资源成为各国的重要储备项目 在我国的南海蕴藏着丰富的石油与天然气 预估海底的石油达到200亿吨 在西方石油公司的驱使下 南沙群岛等地成为尖锐化主权争议问题的关键地带 1987年3月 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改善 国际地位显著提升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洋学委员会 委托中国帮助全球海平面联策计划 建立五个海洋观测站 其中一个建立在南沙群岛 经过考察选址 在南沙群岛诸多的岛礁中 永蜀礁成为候选对象 中国决定在此设立第74号海洋观测站 并派出海军编队到南沙群岛海域建战 越南对我国南海一直虎视眈眈 行动也极为极端 甚至声称此处为越南东海 1978年越南就派兵侵占了南沙群岛 如染青州、中礁等地方 并且试图派驻军队 为了捍卫我国海洋领土 完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任务 1988年1月 中国海军将施工器材运输到永蜀礁 并且插上中国国旗以宣誓逐物权 越南海军舰壮 明知我国海军舰艇在吨卫级火力上具有优势 依然派遣了一艘武装登陆舰 及两艘武装运输船 搭载几十名武装人员驶向了永蜀礁周围的赤瓜礁 中国军方高层认为 此次越南入侵南沙群岛的行为是严重的挑衅 战争已经成为了捍卫国家主权 及维护国家利益的可用手段 尤其是越南主动挑衅 必须遏止住越南侵略的野心 为最终解决南沙群岛问题制造有利条件 但是我国海军还是秉持了极度克制 不主动的原则 尽力避免冲突 在越南海军到达永蜀礁附近时 就提前喊话 要求其撤离 谁知越南军队并不理会 对峙期间率先向我国海军开枪 打伤了南冲号护卫舰的海军官员 同时以火箭筒攻击南冲舰 对此和平交流的方式已经不管用了 时任护卫舰编队总指挥官的陈伟文下令还击 在28分钟的海战中 不自量力的越南武装运输船一艘被击沉 另一艘即登陆舰被重创 击毙了20人 俘虏9人 而我军仅仅两人负伤 在我国海军重创越南后 为了防止越南派遣战斗机来报复 让三艘护卫舰及远处等候的军舰加强防备 在交锋过后 我国海军逐渐在多个岛礁上建立了高脚屋 派遣军队直守 打破了原先南沙群岛无人驻守的局面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中国军事逐渐壮大 引发美国担忧 为了确保军事影响力 美国决定在亚洲地区进行再平衡战略 以拉拢南海地区周边国家 试图侵占南海地区歹毒需求暴露出来 特别是印度 依然将越南与菲律宾当作自身在南海领域的战略支点 不仅在越南建成卫星监测站 也将其跟在印尼文莱设有的卫星监测站点 同时连接起来 可南沙群岛距离我国最近的陆地海南都有近千公里 没有据点的情况下 让军舰飞机往返巡航潜在危险及成本极高 为了防止这样的潜在风险 填海造岛成为唯一的选择 南沙群岛的诸多岛礁中 永蜀礁具有非同寻常的战略地位 它位于南沙群岛中部偏西的位置 是一座独立的深海大型环礁 四周无外岛干扰 北面扩大海域直到西沙再无岛礁 确保了从陆地到永蜀礁的海空线路安全 方便人员物资运输 它在整个南沙群岛中处于中部位置 在剩下东南西三个方向上距离相近 能够有效照看到各个方向 让海警船执法巡逻十分方便 最关键的是 永蜀礁环礁面积达108平方公里 水深在0到10米 退潮时西南边有大片礁路露出水面 适合填海造陆 于是2014年 我国永蜀礁执行人工造岛计划 在填海工程开展的短短半年内 永蜀岛的面积就达到了2.8平方公里 根据相关专家计算 这个面积已经够用 停止了填海工程 开始着力于岛上的设施建设 在基建狂魔的建设速度下 永蜀岛在2016年的时候 拥有一个大型港口及机场 可以停泊数万吨的游轮 起降战斗机 大型运输机等军用飞机 根据美国的卫星图像显示 岛屿的北端也建立了大型的雷达及通讯设施 南端则拥有可容纳导弹发射车的强化堡垒 永蜀岛的整体建设花费了300亿人民币 和我国的航母福建号差不多 不过其比福建号大了300倍 2016年政府征用中国南方航空 从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起飞 飞行了两小时成功降落南沙永蜀岛的新建机场 代表了我国填海造陆计划正式成功 与此同时 为了捍卫南海主权包围我国海域 如美济礁 楚币礁等地 也开始了填海造陆工程 使得我国海空军能够有效地消除南海地区的潜在威胁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交流 我们下期见